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征不休》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目一,概率之争与确定性的幻想 二目二,元素衰变与时空弯曲的交锋 三目三,统一理论的追求与科学的未来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目一,概率之争与确定性的幻想 目一,概率之争与确定性的幻想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概率与确定性 这是一场自古至今,人类智慧与宇宙秩序博弈的史诗般故事 请吸好安全带,我们即将启程穿梭与这场争辩的时空隧道 在古希腊,当哲学家们还在争论一切是否由四大元素组成时 概率的种子尚未在人类思想的土壤中发芽 当然,他们赌博,他们投掷头子 但他们将皆果归因与诸神的意志而非数学的规律 这是一个充满神秘与确定性幻想的时代 快进到文艺复兴时期 当达芬奇在画布上描绘出人类肉体的完美比例时 概率论的花朵终于绽放 赌徒们开始意识到 或许在他们的游戏中隐藏住某种可以被计算的规律 于是,概率论的惦记人之一 杰罗拉默·卡尔达诺 一位赌徒、数学家、医生 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 开始将概率的概念应用于赌博中 尽管他的著作《赌博的书》 直到他死后才被发现 然后,我们有了17世纪的法国 一个名叫布莱茨 帕斯卡的数学家与皮埃尔德·费马 开始通信 讨论一个关于赌博分配问题的著名问题 帕斯卡的三角形就是在这样的通信中诞生的 他们不知道 他们的书信交流将成为概率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进入20世纪 量子力学的出现彻底颠覆了我们对确定性的幻想 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微观世界 也不存在绝对的确定性 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你永远无法同时知道的一清二楚 这就像是 你试图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 用一只手捉住一只躲猫猫的猫 而这只猫还会随机地在量子层面上消失和出现 现在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数据和算法主导的世界 概率论不再是赌徒和哲学家的玩物 而是决定金融市场 天气预报 甚至是你的网务广告的核心 但即使在这个高度计算的时代 确定性仍然是一种幻观 无论是股市的波动 还是你明天是否会在街上偶遇老朋友 都有一个概率 而这个概率往往是无法完全预测的 所以 亲爱的听众 当我们在这个宇宙的舞台上观看出概率 与确定性的戏剧时 不妨带出一点幽默感 因为在这场大戏中 不确定性可能是唯一确定的事情 而我们 不过是那些试图在混沌中寻找规律的可爱生物 让我们为这场永无止境地探索前辈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木二 元素衰变与时空弯曲的交锋 木二 元素衰变与时空弯曲的交锋 各位观众 欢迎回到宇宙大剧院 今晚我们将为您呈现一场 粒子物理与广义相对论的史诗级对决 元素衰变与时空弯曲的交锋 请紧记安全带 我们即将启程穿越知识的黑洞 探索物理学的奇妙领域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第一位主角 元素衰变 这位老兄是原子和解的时光机 他能够通过放射性衰变 将一个元素变成另一个元素 想象一下 你有一块黄金 然后他突然说 我要变成千了 再见 这就是元素衰变的魔力 但别担心 黄金的半衰期 大约是1.4乘以时的十七次方年 所以 除非你能活得比恒星还久 否则 你的金项链不会变成千项链 接下来 登场的是我们的第二位主角 时空弯曲 这位来自广义相对论的大明星 由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导演 以其惊人的理论改变了我们 对宇宙的理解 时空弯曲告诉我们 重力其实是由物质 对时空结构的扭曲造成的 想象一下 宇宙是一张巨大的床单 而行星和恒星 就像是放在床单上的保龄球 它们的重量让床单凹陷 这就是时空弯曲的效果 如果你是个小行星 或者太空船 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滑向那些凹陷 这就是你感受到的重力 现在 让我们看看 当这两位主角相遇时 会发生什么 在强大的引力场中 比如黑洞附近 时空弯曲的非常厉害 以至于它 甚至能够影响元素衰变的速率 是的 你没听错 它会变得慢一些 因此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 在这种极端环境下 会变得更长 这就好比是时空弯曲 对元素衰变说 慢着 伙计 你在这里不得不按我的节奏跳舞 这场交锋 不仅仅是理论上的 它在宇宙中真实发生着 科学家们通过精密的实验 比如在地球表面 和地下深处测量粒子的衰变速率 已经观察到了这种微妙的效应 这不仅仅是一场科学的较量 更是对我们理解 宇宙的一次深刻启示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夜空中闪烁的星星时 不妨想一想 那些遥远的天体 正在以它们的质量编织时空的结构 而在这个宇宙的大舞台上 元素衰变和时空弯曲 正在进行着它们永恒的舞蹈 哦 多么失忆的物理现象啊 目落 别忘了 宇宙中的每一颗星星 都可能是一个物理故事的主角 而我们 不过是这些故事中的幸运观众 谢谢大家 下次剧场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目三 统一理论的追求与科学的未来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科学界的一段悲喜交加 充满悬念的故事 统一理论的追求 这个故事有点像科学版的 权力的游戏 只不过这里的王座 是由方程式和实验数据组成的 而且 至今为止 这个王座还是空的 统一理论 也被称为万有理论 是一种试图将自然界的四种基本力 强相互作用 若相互作用 电磁力和引力 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下的科学梦想 这个梦想可以追溯到爱因斯坦 他在相对论大获成功后 就开始了这场看似不可能的追求 可惜 尽管他聪明绝顶 但最终没能解开这个谜题 有人说 这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实验数据 也有人说 可能是因为他没有WiFi 进入20世纪后半夜 物理学家们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他们将若相互作用和电磁力 统一在一个框架下 这就是著名的电磁统一理论 这个理论 就像是科学版的两国联姻 将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力量 结合在了一起 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然而 强相互作用和引力这两个家族 却一直不愿意加入这场联姻 量子场论成功地描述了强相互作用 而广义相对论 则是引力的最佳描述 但是 当你试图将这两个理论放在一起时 他们就像是两个顽固的老头 坚决不肯握手言和 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角色 贤理论 贤理论像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新邻居 他承诺能够将所有的力统一起来 但问题是 嫌理论非常复杂 而且至今没有直接的实验证据支持他 有些物理学家对此充满希望 而另一些则持怀疑态度 认为这可能只是一场科学界的泡沫经济 在这场追求中 我们也看到了科学的未来 科学家们正在构建更大的粒子加速器 发射更精密的探测器 甚至尝试在黑洞的边缘寻找线索 他们就像是宇宙的侦探 试图解开自然界最深奥的秘密 最后 让我们以一点幽默结束这次的分享 统一理论的追求 就像是寻找袜子的另一半 你知道它们应该在一起 但不知道它们藏在哪里 或者 它们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对 所以 各位 下次当你们看到 科学家们沉浸在方程式和实验中时 记得它们可能 正在编织宇宙的终极故事 或者至少 它们在尝试找回 那只丢失的袜子 谁知道呢 也许某天 我们就能在科学的王座上看到 统一理论的光辉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一起探讨了概率与确定性 元素衰变与时空弯曲 以及统一理论的追求 这些话题不仅仅是科学的 也是关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和人类的探索精神的深刻问题 概率与确定性的争论 告诉我们 即使在计算计算法和大数据时代 我们仍然无法完全预测未来 而元素衰变与时空弯曲的交锋 揭示了宇宙中微妙的物理现象 让我们对宇宙的奥秘 有了更深的认识 而统一理论的追求 则是科学家们不懈地努力 试图找到宇宙的统一规律 解开宇宙的终极之谜 在这个持续不断的探索过程中 我们作为观众 既是受益者 也是参与者 我们可以享受 科学为我们带来的新知识和技术 也可以思考和质疑 科学的进展和影响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留言和我们分享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 这个令人惊叹的宇宙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